過去大家可能都看過 這個滅日八真子的道歌跟他的傳記 在道歌當中其實就有提到 爾瓊巴敵詩 腹葬的一段故事 爾瓊巴小時候因為他身體的疾病的關係 然後需要修一些長寿法 修一些特殊的法門 後來蜜日八真子有開始到印度去求法 他前後去了印度有兩三次左右 所以他其他的時間雖然一直在上師跟前 等到蜜日八真子年紀也大的時候 他們有一次到亞龍這個地區的時候 施主們就請他們兩個父子到山洞中居住 並且供養他們的食衣住行等等 那個時候爾瓊巴跟蜜日八真子同住在山洞 在這段期間 上師本尊空行慎重有託夢給爾瓊巴 就叫他去跟蜜日八真子提醒他講述他生平的故事跟傳記 所以經過爾瓊巴的提醒之後 蜜日八真子就寫下了他的 或講述了他的一生 那麼我們這個蜜日八真子後來流行很廣 蜜日八真子的傳記呢 就是那個時候他自己講述的 那麼之後不久呢 其實有很多 就是這個爾瓊巴就升起了這種想要離開 想要去西藏 衛藏地區去遊歷 去參學這樣子的念頭 而且呢那個時候的這些亞龍地區的一些施主們 部分的施主就說 這兩個瑜伽士啊 老的跟小的比起來呢 可能小的可能比老的還要強的多 因為他去過信度很多次啊 去求過很多法呀 那麼可能這些法呢 這個老的瑜伽士可能都不知道喔 所以有一些年輕的施主們 就到了爾瓊巴那邊去給他們很豐盛的供養 那麼就是我們說比較資深的 或者說很老弟子 就是跟認識密瑞巴尊者比較久的這些老的施主們呢 就還是到密瑞巴尊前給他供養 所以有一天他們供養了食物之後 然後爾瓊巴得到非常豐盛精美的食物 所以呢 他那個時候並不知道尊者這邊的情況 他只是想說 哇我們今天得到這麼豐盛的供養 那我們一起來做一個廣大的會供吧 那個本來啦 然後會供是一個寧馬派特別喜歡做的 但是呢 密瑞巴尊者因為他 當時他的 他的生活一直都 法上面是充足的 但是在這個 食衣住行的外在條件上面是比較貧困的 然後他為了 法舉派的後代的傳承等等 所以呢 他常常有一些這個食物的時候呢 就會做廣大的這種會供 那麼所以他的這個言傳身教之下 那麼 爾瓊巴也是很歡喜的 想說跟上司一起做一次會供 那麼所以他到尊者面前頂禮 然後就說我們今天收到非常精美的食物啊 我們一起邀請大家 所有的爾巴 爾巴 爾巴就是那個 布衣的意思喔 這個 他們瑜伽是 有修這種氣脈明點的灼火 已經可以穿一件很單薄的衣服 都不會冷的這樣子的布衣 然後一起來做會供好嗎 然後密瑞巴尊者就說 好啊沒有問題啊 我的那一份都放在那個石板下面壓著 你自己去取出來吧 等到爾瓊巴去取出來之後 發現他只有一塊乾別的肉 跟一瓶發酸的酒 還有少量的長八粉 然後這個時候爾瓊巴一邊走回自己的這個山洞 然後一邊就想說 啊 師主們這樣應該嗎 上司師父是跟佛無二無別這樣子的正量跟正物的 我跟他老人家比起來呢 連一點點的毫毛都比不上 可是這些師主們他們供養 就是一種他們的行為是顛倒的 所以呢 我一直這樣跟上司尊哲一直住在一起 我這個這樣子好像對他老人家 反而會造成一些障礙 對師主們造成一些障礙 所以我應該是要離開這個地方 到其他地方去參訪或者是遊學 會這樣子會比較好 所以他就去禀告尊哲 然後這個時候呢 到密日巴尊哲跟前的時候 那個時候密日巴顯現上好像在睡覺一樣 然後當然這個中間呢 就有一些他們在彼此的這種對話 就是用唱道歌的方式在對話 那麼道歌這方面我們當然就在這邊沒有太多時間去講 之後呢這個密日巴尊哲他就主要向上司禀報了 他要去衛葬一定要到衛帝去遊學的理由 後來這個密日巴尊哲其實他有觀察到 所以他就說你將來還是一定會到衛帝去射手眾生的 可是現在時候還沒有到 你不要違反了上司的這種教言 教誨 可是尊哲沒有聽進去 他一再的齊請 他還是想要努力的去誠情 堅持要去 那當然這個過程還有很多 又有很多唱道歌的方式比喻 他主要就表達說 如果我在這邊繼續和師父您住下去 那麼不但修持沒有辦法這個沒有辦法侍候您 而且會成為您老人家的障礙 那麼所以就算我離開了 我也會把這個上司 您教導的這些絕受 您教導的開示等等的待在身邊 而且不是俗話說嗎 這個離上司遠時信心盡 我會充滿信心的去快樂的去遊歷各個地方 這個時候秘密的尊者還是在勸他說 Rochunbaya在你的證物還沒有達到究竟之前 最好不要離開上司 而且跟他說呢 就是像還沒有長大的孩子 還不會學會飛的小鳥 是不可以離開父母的 因為他們這樣子出去之後呢 是會遇到很多挫折困難的 沒有辦法很快速的成長的 但是不管怎麼樣啦 反正這個Rochunbaya一直苦苦的哀求 最後尊者就終於無奈的說 你居然這樣子不聽 堅持要走的話我也沒有辦法 雖然我向這個施主們發過誓 不應該讓你親愛去魏帝 就是西藏這個地區 可是誓言呢也是如夢如幻的 好吧我就准許你去了 你現在可以去收拾東西準備起身 然後Rochunbaya當然聽了就很高興啊 然後因為終於他的心願達成了 但當然他也沒有立刻動身就走 他還是留下來陪滅日巴尊者又住了幾天 而且呢主要就是請教了很多的佛法 還有主要是關於耳傳的教研等等方面 還抄寫了一些經書 他動身的時候呢沒有帶什麼東西 就穿了一件布衣然後帶了一個西藏 然後夾了一些耳傳的經書 然後就要辭刑了 跟尊者辭刑 然後尊者想說呢 其實蜜日巴尊者的兩大弟子 如日班的康波巴大師跟如月班的蜜泉巴大師 這兩位當中 康波巴大師一直 蜜日巴尊者的時間其實是很短的 幾個月的時間而已 好像是六個月左右而已 那麼反而是蜜泉巴他大多數的時間 都跟蜜日巴尊者在一起 長達很多年二三十年的樣子 所以這個時候蜜日巴尊者就想說 蜜日巴尊者就想說 蜜泉巴跟我在一起做了好多年了 以後呢也不知道還有沒有機會相見 那麼就送他一程吧 然後所以這個時候呢 尊者就跟他說 你現在不肯聽我的話 一心一心要離開我也沒有辦法 但是呢我對你的愛護跟慈悲是不會變的 永遠也不會捨棄你 你要不斷地祈禱我才好 然後尤其是將來你到衛地的時候 會有一隻母狗扯住你的腿 那個時候呢你並不要忘記喪屍 還有這個口訣跟羞恥才好 然後之後這個蜜泉巴就離開了 離開之後呢 這個蜜日巴尊者 這過去其實有這樣的傳統 就是他們會觀察緣起 那麼所以當時蜜日巴尊者就想說呢 他走了不遠應該會回過頭來再來看我 所以我最好還是在這個地方等一下 要不然等一下他回頭看不到我的話呢 心中會有點難過 所以蜜日巴尊者在那個當時這個石頭上呢就坐了一會兒 可是蜜泉巴卻一直沒有回頭 然後尊者就想 他一直走了 難道他對上師還是金剛師兄弟有起了什麼邪見嗎 不管怎麼說 這個蜜泉巴他也是修持密稱口訣 然後有一定的這個達標的人吧 然後所以呢他就持了一個跑頻器 然後蜜日巴尊者呢就跑到了 變成另外一個樣子 然後跑到了這個蜜日巴尊者的一個跟前 然後他為了考驗他的信心 所以呢他又跟他唱了一些道歌 這個時候蜜泉巴其實他又想到說 平常的一般人啊是不會在我面前這麼做的 不會這樣對我說話的 所以這個一定是我的大恩的上師尊者的畫線 所以他就向這個蜜泉巴頂禮之後呢 又用唱道歌的方式回答他的問題 之後蜜日巴尊者就顯現出他的本來的色相 色聲這樣子 然後就跟他說 本來呢我以為你一直頭也不回就走了 是不是對傳承對上師師兄弟有起了什麼 不好的想法或念頭 那現在看起來你的心境是沒有問題的 你的三妹爺也是很親近沒有瑕疵的 所以我們永遠不會分離 然後呢後來他們就這樣分開了 可是事實上的的確確的就是後來 蜜泉巴在衛帝就真的遇到了一個很大的违緣跟障礙 然後他後來娶了一個貴族的女孩子吧 然後後來他的各方面的修行就收到很大的障礙 因為他那個時候就是因緣未成熟 不是他去那個衛帝的同法立身的時候 所以後來尊者又用其他化現的方式 然後幫他度回來 他又重新的回到蜜日巴尊者跟前 然後重新的在蜜日巴尊者跟前呢 就是繼續的修持到學習 一直到後來後來真正 這個蜜日巴 他已經證悟了 就是跟上司的對答 他們用道科的方式去對答應答的時候呢 就是觀察喔 這個弟子的正量真的已經穩固了穩定了 然後這個時候他才跟蜜泉巴說 過去你應該住下的時候 你確實想要走 現在呢是你真正應該走的時候了 然後你就這個時候你要再回到 在什麼什麼地方 就有跟他一個獸祭 就是到那個地方去利益眾生 然後還有跟他講說你在 就是暮兔年的 馬月的什麼什麼 14號以前要回到這個地方 這是非常重要的 然後等等的 就是有這樣子的獸祭 然後那個時候蜜熊巴雖然很不捨得離開 但是呢因為上司的教誨 所以他還是離開了 所以我在這邊講這些故事就是說 也不是告訴大家 不是大家聽完聽到這邊 然後就一窩瘋地跑到上司跟前去 然後或者是說 所有人都擠到上司跟前 然後像跟蜜蟲一樣 這樣跟著上司到處亂跑 我想如果你們這麼做的話 應該會有很多的上司善知識 在我的這個底下留言 會瘋狂地罵我 會把我罵到死 所以我給他們找了很多麻煩 現在的社會狀況當然跟過去有點不太一樣 現在的上司也很忙碌 每個上司基本上要負責的紅髮的地方很多 道場也很多 所以有時候他們也像空中廢人一樣 那麼弟子呢是沒有辦法 就是真的像我剛剛前面講的意思 跟在上司身邊 可是呢 我要這邊強調的重點是 以我個人為例吧 其實 我們的仁正前寶上司寶上司 因為以前 他曾經在小時候 還有之後 就是很多的師公們 很多的祖師 有給他寫過預言 就是他在年輕的時候 會有一些很大的維緣 跟生命上的障礙等等 所以那個時候呢 當然現在已經過去了 但是那個時候呢 我們很多比較支撐的弟子們都很相信 所以那個時候 包括我在內 其實我那個時候年紀還算小 其實我們是很希望跟在上司身邊 多待一點 多聽一點 多學習一些 因為總覺得機會難得 可是那個時候上司 不讓我在他身邊留下來 就是要讓我到西藏去學習 他覺得這個 我那個時候年紀還小 還可以再學習等等的 所以 我是想留下來的時候 但是上司不讓我留下來 所以我走了 那麼後來呢 雖然我在西藏 想要 繼續讀佛學院的時候呢 上司又觀察音緣 又說呢 你現在不要繼續讀了 你現在要回來了 要來閉關了 雖然那時候我很想留下來 但是呢 又是因為我們保上司的這個要求 跟他的指示 所以又回來了 所以 我在這邊要講的就是 現在我們雖然做不到 真的像過去古代那樣子 因為上司如果可以註習一個地方的話 那我們可能可以 常常去親近上司 但是現在上司常常在跑的時候 但至少要做到 就是上司他會觀察我們每個弟子的緣分 知道什麼時候該走 什麼時候該留 所以呢 如果一個真正具有信心的弟子 就是應該聽從上司的吩咐跟指示 去做 這樣子的話呢 才是真正的如理如法了 才是真正的對上司有信心的表現 好吧今天跟大家簡單的分享到這邊 然後希望大家 不管是離上司近還是離上司遠 對上司的信心 永遠都是一樣的大 好感恩大家 阿彌陀佛